那么接着讲那个时候这个81品 81品分成三界九地 每地有九品 这个三界 一界 色界 无色界 一界只有一地 叫做五趣杂菊地 这个五趣就是天道 人道 出生道 恶鬼道跟地狱道 这个五趣 五道杂菊在一起 这个叫五趣杂菊地 那色界有四地 第一个叫离生喜乐地 已经离开我们玉界的生死 已经进入喜乐 很快乐 所以我们了解说 在色界出地的时候 已经没有分断的生死 分断生死已经处理了 所以叫离生 离开生死 喜乐地 那么第二地是定生喜乐地 由定产生喜乐 已经有定命产生喜乐 第三叫做离喜妙乐地 那个喜乐已经离开 进入妙乐 所以又更殊胜了 那么第四个叫做舍念清静地 到第四个舍念清静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呼吸 没有吃饭 很理想 那么五色界有四地 五色界就是空无边处地 四无边处地 五手有处地 以及飞翔 飞翔 飞翔处地 那个五色界有四地 那异界呢 这个五顿时 是贪嗔吃慢 事实为一品 异界的那个 这个师后 我们就了解说 五顿时啊 那个贪嗔吃慢 事实为一品 那么色界和无色界 这个贪吃慢 三十为一品 已经没有撑了 那断了异界吃地 六品为得俄国 所以异界 那个比较难断 那个六品比较难断 然后呢 这个俄国得到呢 叫做斯托汗 它的名称呢 叫斯托汗 第二个狗味 那么断尽异界 九品之后 就是已经呢 那个俄国 已经断六品 剩下三品 再把它断尽了 结果呢 得三国 欧纳汗 这个欧纳汗呢 就已经是第三个狗味 那剩下的断八地 七十二品 十后 就是呢 色界跟无色界 那个因为 比较容易断 所以 这个 七十二品断尽 就正四国 欧纳汗 所以前面的那个 玉界 那九品 是最难 断掉那九品 有两个狗味 断掉色界 无色界 七十二品才一个 欧纳汗的狗味 那么 以祭断尽 施厚八十一品 不再 受生于三界 就已经呢 不再 这个三界受生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假如说 看到 还有讲说 九十八水免 那个俗语 有时候 在经典里面 会出现 那是呢 这个建货 八十八石 在家呢 本后 根本的迷惑 无历石呢 跟五顿石而来 一名呢 九十八石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名称呢 就了解说 原来是 九十八再加十 九十八石 是环瑙的 一名 就是环瑙 不一样的名称 他里面都是烦恼 因为呢 水足以人 会随着我们 追逐着我们 故啊 为之水 水免 其体啊 就是 忧 忧以难知啊 很难知道 好像呢 我们睡眠的状态 为之门 水免 七十 人 路以 三二道 水免 这个九十八石 会随着我们人 七十 让我们 进入 这个三二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